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坑 那不就是我的老家 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金面具 虽然我尺寸最大 客重不凡 却也并不完整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另一半 才是我最关心的 气候比较零碎 然后埋场比较丰富 然后还有一些不可见的一些信心 想想老乡们 一个个多齐整 我那不确定是不是存在的另一半呀 也不晓得还有没有相逢那天 我们先是做法案 做了一个模拟的班级 而且前后做两次 然后直到三月份 把五号坑完全分两次 把它整体切过出来 从一个坑变成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件器物 它就可以移动 可以去翻转方向 把这几个都打开吧 先打开看一下 怎么突然把被子掀开了 这是又要开工 帮我找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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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几个县压餐片 挺特别的 有闻事吗 对 这么快就有新发现了 有事跟我有关 那就最好不惯了 想来这种关键时刻 老人总是会及时出现 果然高科技能把考古工地奔到室内 对 这下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能踏实慢慢挖了 老黎这又掏出了个傻武器 百万之八十五左右的金的含量 人无完人 金无足尺 目前我们已经用到的高光铺 扫描的一些技术 然后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概念就是能把所有能用的这种最好的手段 全都给它应用上 不错 不错 五号坑有这么多金钱 看来我很有盼头嘛 实验室考古 我就晓得 我们老离着看似有点犯困的外表下 脑筋赚得快得很嘛 如果是这样是一件比较华丽的服饰 啵啵啵的那么多圆片 那走在阳光下一照的时候要很散嘛 要是将来哪怕就分一件两件 那这个也很重要 你们猜是衣服 有点意思哈 真是多亏了现代科技 实现了五号坑的整体搬迁 让我和伙伴们能够住进条件优越的新家 我那不晓得还在不在的另一半呀 希望早日与你重逢